我家在山东河德 是一个爱唱歌的农业 我没有观众 只有蒜瓣听到过我的歌声 听真的了 因为我停下过脚 我梦想着 有一天能登上华丽的大舞台 把我的歌唱给大家听 我相信梦想总会有实现的影片 我是同情境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 是金子总会发光 金光闪闪亮 梦想闪闪亮 金光闪闪亮 我要向他闪亮 我要向他闪亮 挑战程度极限 欢迎大家来到 由梦军黄金独家冠名的 黄金100秒 梦军黄金精纯秦正宏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了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高兴 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的黄金100秒的开场 我们也请来了一群特殊的朋友 让我们欢迎各行各业的 劳动者代表 提前祝大家节制快乐 我们这些劳动者可以说 在自己的岗位上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明天小长假就要来临 所以我们这些劳动者代表 也来感受我们快乐的黄金舞台 今天的舞台没有淘汰 大家投的都是支持票 不过我们依然要选出 我们今晚的冠军 好 祝你们成功 来 挑战之前 让我们再次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智心的总会打开 来吧 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 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大家好 我叫马丽萍 来自山西洋泉渔县的一位铭矿工人 我是一名头灯管理员 平时呢 我喜欢唱歌 最喜欢给矿工朋友们唱歌 今天呢 来到黄金一百秒舞台上 我想为全国的工友们唱歌 梦金园 黄金一百秒舞台上 百别新闻一百秒舞台上 了达 五天第一位 Ende灯 闪 Tin命 Into upgradikers in person 掌声欢迎 马力平 节日快乐 咱们老师 杨范老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马丽萍 来自山西洋泉鱼县的 一位银矿工人 请你刚才开场这几句 让我想到了 我们频道的主题语 叫生活就是舞台 那您在煤矿 具体是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曾经是一位 头灯女工 就是给矿工帽子上面戴 头灯都要充电 对 每一天 所以在煤矿会有 这样的一个工种 就专门给矿工来发这个灯 要负责充好电 对不对 每一天 是是是 每天要 然后现在我在工会工作 是因为唱得好 也就是我们平时 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 矿上要问问一线工人 所以就抽调我们 会唱歌的 会跳舞的 然后去问问一线工人 然后呢 慢慢慢慢我就去了工会了 你给他们唱什么歌呢 什么类型的歌 他们会特别喜欢听 他们就是那些 挺震撼的那些歌曲 我有一首歌曲 九儿 九儿就是专门唱给那些工人们 上班的时候 能这么理解吗 这个歌是你们矿城最受欢迎的一首歌 对对对 这是这个上班的时候唱九儿 能来两句吗 对 今天就在这 让我们感受一下 我带了一套我们一线工人的衣服 你明白了吗 他只看见穿工装的工友 他才唱得出来 穿西装的他唱不出来 哦 他用工装去领帽子 你才能唱这歌 是的 看来听这歌还挺费劲 你去装一下吧 你的工友 还来了 音乐 亲爱的乡亲们 乡亲们 我就要下去了 我下井之前呢 还想听一首歌 要不然我就不踏实 没问题的 身边的那天 天雨的花 手边的草花香 爸 妈 孩子他娘 我去了 我送你去沙满 妈 乡亲们 再见 来 杨帆下班了 请开大屏幕 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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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他是我的一位工友 真正的 真正的工友 欢迎您 他们下班了 你收头灯的时候会给他们唱什么歌 我会给他们唱那个 我相信 来 向飞上天和太阳间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多个梦 从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翻笑 让你我肩并肩 说我逐步的欢乐不鲜 跑开烦恼 勇敢的踏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你是谁啊你 你下去我就出来了嘛 双胞胎啊 代表你们所有的矿油 给丽萍加加油好不好 他马上正在表演了 下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矿工 助养我们的丽萍 闯冠成功 加油 来 加油 来 两人一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现金的 总会 发光 请转身 请转身 马丽萍请登上黄金舞台 马丽萍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听过红阳梆的诗意 他自起舞连诗意 有多少好奇 有多少装置 让中华儿女 携手鸿奔 走着心痴起 最美是你 最美是你 心花和长生 都服了你 最美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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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情云的虎子 你漂亮的气质 你如梦的深处 你拱手的四季 拱手的四季 最美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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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送给马丽萍 非常动静的歌声 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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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大家好 我叫陈阳红 我来自内蒙古 古河浩特市 河林格尔县 国家新区 我是一名蜘蛛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 高楼大厦的外墙 亲许工作 我每天 判登在几十层楼的高空中 人们给我起了个绰号 叫高空蜘蛛侠 黄金一百秒 黄金一百秒 我来了 孟金园 黄金一百秒 抗击草原的能 心情会变快乐 恨那胸蜘飞过 回向向往的生活 掌声欢迎 陈彦宏 我是高空自动家 陈彦宏 我来自内蒙古 古河浩特市 河林格尔国家新区 欢迎你 这应该是您的工装 对吧 这是我的工作服 这个蜘蛛人 这个形象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 高层建筑越来越多 对 做这份工作多少年了 到今年已经是九年了 从2007年开始做的 当时怎么想 就选择这份工作呢 一开始呢 我是在工地上当小工 就是推车搬砖 这些事情 最后呢 我住的一个好朋友 跟我住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做这个高工作业的 他说你跟我做这个高工作业吧 比那个小工 挣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 我说这个有什么技术要求没有 他说没有 只要你胆子大就行 跟他第一次 去做这个高工作业的时候 我记得是六层楼房 再给一个六层楼房插玻璃 我下的那一秒 我就心里头 我说 一天给我一万块钱 我都不干这个活 六层楼你就这样 真的 最后我朋友说 你不是唱歌唱得挺好听吗 你也喜欢唱歌 你就唱歌 你就干活 你就可能把这恐惧就忘了 最后呢 我就造出他的方式 去工作 你发现劳动者的歌声 他有很大的能量 他的歌声是给自己壮胆 没错 他只要唱的歌 你在高空 你就不怕是吗 我只要唱着歌我就能把恐惧忘掉 咱们现在的建设越来越快 摩天大楼越来越高 你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我觉得摩天大楼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这是好事 因为这个摩天大楼多的话呢 我们工作也就多了 我们可以多挣点钱 所以六十层 一百六十层 你都不惧怕 一百六十层 这个真想请教一下 高度多高 你们在工作起来会有区别吗 有区别 越高的楼城呢 它这个风就会越大 没错 这是必然的 风刮过来会摆 摆得很厉害 那唱歌的嗓门会不会就越来越大 随着高度 随着高度呢 唱歌的嗓门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叶红我现在挺担心 你带下来的表演啊 这个不算什么高度 你要是找不到高空的感觉 怎么办 我们先把你吊起来唱 怎么办 我们有威啊 行行行 但是这个有点低我觉得 哇 那个口气啊 来了 来大哥 那我桌上去了 行啊 像荡鞦韆一样 我们听听不同的高度 陈叶红的音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 那么多么 没得出来 你眼而摆 你眼以摆 你不问活 你这对吗 你会想穿 你一叉战 你 想穿 你 我 你 我 再唱就没那么糟了 再唱就只能唱低的 这就在东北长江东是水了 来掌声鼓励 所以能这么理解吗 燕红 你是躲在云彩里面的明日之星 歌星 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 漂亮 那就好好把握接下来100秒 好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挑战程度极限 本节目所有奖品由孟金元黄金 独家提供孟金元黄金 金城 请更浓 请登上黄金舞台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你是不是爱会牵挂我 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当我决定放下所有 走上去自由的路 你是不是还会陪着我 我最思念的情人啊 当我已经告别错了 是想进未来的路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像天空一样坚强 一样坚强 在这几年蜒蜒的路上 一夜生命那一地 我好像我一样坚强 路上 掌声送给陈彦宏 那这个给几分带回去 这个我是给我妈的 孝顺 加油 加油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一百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 巴黎 同志们啊 买开的不要 朝前走啊 街道平战时 只在四方 掌声欢迎董怀祥 小董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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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快乐 来往前一步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董怀祥 今年23岁 来自山东 目前在中铁十四局大顿购公司工作 目前呢 是一名隧道建设工人 现在你们公司正在修哪一个路段呢 就是目前是北京至沈阳正在修建一段高铁 然后其中有一段叫做黄金隧道 是由我们公司承担建设的 那么我呢 就在这个世道里面来进行工作 我们俩是老朋友 哦 这么讲 因为我们当时综艺频道和中铁十四局的大顿购公司 有一个联欢 有一个交流 有时候我们要走进生活去了解 一个大顿购 大家听到这个词 在我去之前 可能觉得好像没有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很通俗的 他们的这个大顿购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高铁 我们高铁的这个隧道 就是由他们 他们有一个很先进的机器 我就那机器有八十多米 对对对 他每天推进 就是用我的理解 就是生生的在大山里面 直接一次性成型 对一次性成型 高铁的隧道 而且这是我们国家的全部知识产权 对吧 对 他往前推进的时候一米 比如说你在山里钻了一个洞 马上就是混凝土 对 构架 就成型了 做完我们那个就完全就成型了 对 而且我得和小董握握手 因为现在他们公司 现在这个路段是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据说这个路段开通之后 到沈阳应该就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就已经到了 咱们开通以后 可以上午在北京吃一个烤鸭 然后到下午 咱们到沈阳吃一顿烤冷面 然后再回来 我突然觉得挺遗憾的 陈美哥 上次你们去中铁十四局 去慰问我们这些铁路职工的时候 我没去 所以刚才在讲到那些先进的仪器的时候 我真的挺好奇的 而且有听导演说 今天有一些小的零部件挺先进的 对 你带到现场来了 带到现场 我们普及一下好不好 这是那个小模型 顿购机 要讲这个呢 我得把我的师傅请出来 为大家来讲解一下 还有专业人士给讲的吗 对 师傅叫 师傅叫赵B 有请赵师傅 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是赵师傅 我以为怎么也得五多岁的 您今年高寿啊 我今年三十五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那个 就是绝筋机的一种 这是硬颜绝筋机 打那种山顶石头那种隧道使用的 那就像我们现在 那种北京的那种地铁 一般的都是用那种软颜绝筋机 就是俗称的叫顿购机 它给这种原理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怎么用呢 你看 这个还可以演示 对对 让我出去演示一下 这是个电源 然后咱们这 前面这刀盘是可以转的 这是刀盘 前度这么慢啊 对对对 我以为我只怎么就 那里那里 榨汁机那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效率一天可以前进多少米呢 以前能几十米出去是没问题的 这个大家可以来猜猜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手电筒 哎呦这个不是 咬弹 大家能猜出来 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高射炮的炮弹 不是 首先看外观 我肯定是猜出来是什么 但这上面有中文啊 混凝土回弹仪 混凝土三个字 我知道什么意思 回弹仪 这个是这样用的 你看 往下一按 对 然后 发生了什么 这样 通过读这个数字 咱们可以测出这个桌子的强度 都可以试试加明哥抗击打能力 有多少 然后你再测一下自己的脸 对比一下 由小见大 我们也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中国的高铁 是我们中国的名片 文明世界 是因为各个环节 点点滴滴 都需要这么用心的去 呵护 真的 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 我们会肃然起敬 印象很深的是 当时让我很感动的 因为他们的 相当于他们 应该叫你们的营地也好 还是你们要的生活的地方 就是在隧道旁边 我就随口一问 我说是不是哪里需要隧道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待下来 他们说是 那我说这个旺金隧道 你们要在这待多久呢 我脑海里面 说我们要在这待50个月 我立刻就 啊 50个月 对 我们要 48个月是4年 这个工程 当这个工程完毕以后 我们才能回家 听说参加皇帝100秒 还是 现在的爱情有关系 对吧 哦 对 我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呢 就是希望 我的女朋友呢 在电视机前看到我 我和我女朋友 可能是一年 只能见上一次或者两次 有的时候跟她在一块 我有的时候都没有勇气 说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 不能陪着她 把握住 这个特别的机会 亲爱的苏欣 好好学习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就想对你说 我碰到了你 是我这一辈子的幸福 我们愿意承认之美 谢谢大家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快响 是金子 总会发光 请转身 总花响 请登上 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都是你的错 被你爱过 还能为谁 顺多 我生日都是 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夜色 太美丽 太温柔 那灰的沙满之间 只想和你 一起到白头 我生日都是 是月亮热的火 天天死堂 如迷 说爱最动人 爱怎么 西路 港街 也 处扰 处容 我生日都是 月亮热的火 那样的夜色 太美丽 太温柔 那灰的沙满之间 只想和你 一起到白头 我生日都是 是月亮热的火 天天死堂 如迷 说爱最动人 爱怎么 西路 港街 也 撑绕之楼 让人生 给董 怀 奖 梦想 山 山 亮 晴光 山 亮 我要 将 他 加油 拿着他 对着那台摄像机 等我回来 我把他亲手 带给你好吗 嫁给我 好吗 谢谢大家 此刻我仿佛 已经听到了 电视机方面说 我愿意 让我们一起 送上祝福的掌声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黄金100秒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 哪里 大家好 我叫刘真真 是一名护士 在我们课室当中 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号 而且我们进入的病号也比较多 但是我在我们课室是最吃香的 因为我有一项特殊的技能 任何一位不配合的病号到我的手当中 我都会让他们乖乖地吃药 乖乖地打针 到底是怎样的技能呢 我将会登上黄金100秒的舞台 展现给你们看 梦金元黄金100秒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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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 都 都 的令也是 六千年居然 太高了他 是 一 个 教医 那小里发生着古老的徒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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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欢迎刘珍珍 欢迎珍珍 下面老师好 杨范老师好 我是来自山东来养的一名护士 我叫刘珍珍 我其实看到珍珍这个笑容 我就想到她的这个笑容 就像是病房里的一个小太阳一样 想把一份开心用我的笑容 带给所有的我的病号 让他们也积极开心快乐的 去面对每一天 你现在会给你的病人唱歌吗 唱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极度不配合 然后 他们都都说我是我们科学的百灵养 就是任何他们搞不定的 沾沾上 然后我就上了 比如说像小朋友 我们就喜欢唱个儿子歌 能还原一下吗 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 人家在那哭天喊地的时候 你突然唱首歌 不会很奇怪吗 要不您演一演 我演什么呢 你先演个小孩子吧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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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针 不打针 那我给你唱首歌好不好 你喜不喜欢听歌啊 你会唱什么 小猪吃的猫猫 闭着眼睛睡觉 太老了 太老了 唱个新的 喜羊羊 美羊羊 蓝羊羊 肥羊羊 红太郎 灰太郎 满羊羊 满羊 还不行了 此时此刻 啪就上去了 哈哈哈 但是这样唱歌 除了会让你舒缓这些患者的心情 还会给你带来什么呢 其实我特别感谢我的工作 因为是我的工作 让我认识我老公 他们都说杨帆哥你找的特别像我老公 你找的特别像我老公 啊不是不是不是 姑娘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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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那么帅啊 有请来自山东来养的杨帆 我来会会长得比我还帅的 下面老师好 您好 谢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长得还不赖 还颇有点我年轻时候的风采 他这个状态有点像主持人 啊 现在是在一家省级的新闻网站做主持人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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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照我标准找的呀 对 结果他长得比你帅 在这儿不能这么说 主持人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给你一个机会 你口才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和你太太怎么认识的 这段爱情故事由你来介绍 说起我们两个人的相识啊 其实当时我记着 那天是急性肠胃炎 然后呢 当时在病房里 我觉得 自己比较的迷惑 然后呢 这时候 我听到有一段歌声 哎 我觉得这个护士 我觉得应该多看一眼 没想到还挺漂亮 然后呢 咱们就以传统的方式 留下来联系方式嘛 传统的是什么 就是直接过去要 就是直接过去要 你们有准备的小节目吗 夫妻俩的一个小段 你拿着的机会 对我们就想把第一次相见的时候 那首歌叫美丽的神话 唱给大家听 好 来来来来 掌声有请 万事长曾唯有安心 永远的神话 谁都没有遗忘 古老 古老的誓言 你的泪水化为满天 飞舞的彩蝶 爱是以下之风两行 相随自在飞 哇真是啊 歌声承载人生的一切啊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自己俩一起说出 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挑战纯度极限 本节目所有奖品 由孟静元黄金 付加提供孟静元黄金 金城 天更龙 刘真真请登上黄金舞台 刘真真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想要飞 却怎么样要飞不高 当我常见人情冷暖 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 生活的压力 与生命的孙夜 哪一个中央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 想要飞 要飞 却飞 要飞 不高 耶 我寻寻觅觅觅 寻寻觅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我寻觅觅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哦哦哦哦哦 要要飞要飞 却飞要飞 不得 掌声送给刘真真 真真啊 我跟你核实一个事 你在病房里 给小朋友唱这样的歌的时候 他会哭吗 我每个人还挺高兴的 圆梦的礼物送给你 谢谢 就全家幸福 谢谢张宁老师 对啊好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挑战纯度其限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孟静元黄金 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 孟静元黄金 精纯情更浓 下一位挑战者 你在哪里 收到收到立即执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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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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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wd6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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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 Bwd6 by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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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d6 Bwd6 by bwd6 Bwd6 by bwd6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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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6